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灵修 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开到水深之处 就在你丰富的洋流里面 在主恩里面 我们享受你的恩赐 神啊我们在你的里面 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 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投入 深深的洋流里面 感受主恩的丰沛 神啊我们知道 在你里面 尽是平安与喜乐 这是外邦人所不能体会的 神啊我们多么盼望 把我们每天所学习的 这些你的话语 能够介绍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都来认识你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你 让你的圣手亲自的抚摸 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来归向你 神啊我们知道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靠我们自己 真的是不行 求神啊 把主恩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口里 让我们去跟人 传福音的时候 让我们去跟人述说的时候 我们就满有上面来的智慧 处恩的智慧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滔滔不竭的讲述 来数算主的恩典 感谢神 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学习 我们也虔诚的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位服事的老师 还有每一位参与的同工 以及同学 我们都能够 能够得着 能够在这个 丰富的圣经的文字里面 学着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神 我们今天又来一起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卷书 现在是 The Book of Proverbs Proverbs是真言 真言 真言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回顾一下第三节 我们昨天讲过的 The Integrity of the Upright The Upright是指那些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 他们身上所带的正气 Integrity 这个是正直 联名 公正 种种美好的品格 叫Integrity 他们这种美好的品格 可以guides them 可以引导他们 或引导他们自己 But The Unfaithful Unfaithful是指那些 不信的人 那些不信实的人 那些 背叛神的人 Or Destroy 他们会被 毁灭的 怎么毁灭方法呢 By Their Duplicity 是被他们自己的这种 两面 两面 常常很多人是 表面上一套 私底下是一面 嘴巴上是讲的谎言 心里面呢 其实非常的奸诈 所以这叫 Duplicity 所以这个就给你对比了 政治的人 跟那些不信实的 那些叛徒 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 我们今天从第四节开始 OK 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 作者说 Wealth is worthless Wealth 你那些财富 你那些 很多人自认 自己有钱 这些财富 财物 It's worthless 没有用的 OK 完全无益 在什么情况下 是没有帮助的呢 In the day of wrath In the day of wrath 是指发怒的那一天 这我们都很清楚 发怒的是谁 就是神 发烈怒的时候 非常非常愤怒 震怒的时候 在神发震怒的时候 OK 这个时候 你在有再多的财物 都是没有用的 没有价值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 But righteousness 是指公义 公义呢 Delivers from death 公义可以救你 脱离死亡 所以在神的面前 你有再多的钱 你是世界首富 这些财物 在神发怒的时候 震怒的时候 都是没有用的 但只有公义 可以救人脱离死亡 好 第五节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blameless OK righteousness of the blameless 这个righteousness 指的是这个 我们前面讲过 这些公义 什么人的公义呢 是指那些 the blam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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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 无可指责的人 无可指责的人 他们做什么 在神的面前 他们都是遵照 神的意思 所以他们做什么 都是对的 the blameless 他们身上的这种 公义呢 makes a straight way for them 可以使他们怎么样 就替他们开了 一条正直的路 一条平坦 很直的路 他们不会走 这个邪门歪道 也不会给他们 走弯弯曲曲的道 他们身上的这种 正义 这种公义 就给他们开了一条 很直的道路 平坦的道路 but the wicked 相对的 这些wicked 跟这个the blameless 是相对的 但是恶人呢 恶人 are brought down by their own wickedness 但是恶人会怎么样 被带着去跌倒 are brought down 会被带跌倒 他们会跌倒 是因为什么缘故 by their own wickedness 因着他们自己身上的恶 所以他们一定会被 倒下来 跌倒的 是第六节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upright upright 我们前面讲过 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身上的公义呢 delivers them 可以拯救他们自己 可以拯救他们 but the unfaithful 这些叛徒 这些不信实的人 不信实的人 are trapped by evil desires 他们这些人 会陷于什么之中 好像陷在一个 一个陷阱里面 叫做 trapped are trapped 被陷入什么呢 evil desire 被他们邪恶的这种 欲望之中 恶欲 邪恶的欲望之中 他们就会陷入其中 好 再来第七节 我们看一下第七节 when a weak man dies 当一个恶人 一死的时候呢 his hope perishes 他的希望就怎么样 破灭了 perishes 就坏掉了 腐烂了 就 perishes 就不再存在了 他的希望整个就破灭了 all he expected from his power 这些恶人 他们做恶 是因为他们盼望 有这种 有这种力量 是不是 有这种力量 可以指挥人 可以这个 做恶事的这种力量 his power 所有他渴望 从他的这个 能力里面 所得来 所盼望得到的东西 comes to nothing 所有这些东西 他的盼望 也将破灭 也将破灭 没有用的 好 第八节 the righteous man righteous man 是指那些 义人 righteous man is rescued from trouble 他们都被 拯救脱离了 脱离什么 困难 脱离艰困 in it comes on the wicked and dead ok 但是呢 恶人取代 所以 义人 他们被拯救 脱离了困难 艰困 但是 取而代之的 代替这些义人 的是什么 是恶人 it comes it 指这个trouble trouble就临到了 the wicked and dead 反而是 这个困难 艰困 这些困难的状况 就临到了 恶人的身上 临到恶人的身上 恶人就取代了 义人 他们就临到了 这个困难了 患难了 第九节 with his mouth with his mouth the godless destroyed with his mouth 用他的嘴 那这个主语讲的是 the godless godless L-E-S-S-S 是没有god 的意思 就是指那些怎么样 指那些 不敬畏神的人 不敬钱的人 叫做the godless 不敬钱的人呢 destroyed his neighbor 不敬钱的人 他们会用他们的嘴 with his mouth destroyed his neighbor 会把他的灵蛇 给破坏掉了 这个灵蛇 就是泛指在他身边的 所有的人 but through knowledge 透过知识呢 下面的主语 是另外一个人 the righteous escape 就是the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是指义人 但是呢 义人呢 他透过知识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逃脱 他可以获救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是两个 在比较 一个是不敬钱的人 他用嘴巴就可以 毁掉他身边的人 但是呢 义人 他透过他的知识 因为义人 他相信神 他是敬畏神的 所以他有丰富的知识 他就可以逃脱 这种困境 escape 好 第十节 when the righteous prosper prosper 这个prosper 我们学过是非常亨通 非常兴旺的情况 当这个义人 他们在那里享福 很亨通的时候 很兴旺的时候 the city rejoices 整个全城 全城都欢乐 整个城市都 欢乐得不得了 when the wicked parish 当的这个恶人 他们灭亡的时候 毁损灭亡的时候 there are shouts of joy 恶人灭亡了 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大家 shouts 这次是大喊 大欢呼 所以是shouts of joy 大家都是喜乐的欢呼 喜乐欢呼 好 再来我们看十一节 through the blessing of the upright 透过这个正直的人 他们的祝福 透过他们的祝福 a city is exalted 所以这个城市 就被高举起来 意思就是这个城市 就很兴旺 被高举起来 这个道理就好像 耶路撒冷 现在有好多正直的人 这个城市 就被高举起来 如果北京现在 有好多的义人 好多正直的人 同样的道理 这个城市 就被高举起来 就非常有名 非常兴旺 but by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但是呢 我们现在 借着恶人的口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it is destroyed 同样的 透过邪恶的人的 他们的口呢 城市是可以被毁灭的 被倾倒 被毁灭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 a man who lacks judgment ok 所以任何一个人 这个有一个人 我们现在讲是有一个人 who lacks judgment 这个人呢 他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 这个人是没有判断的能力 derize his neighbor derize his neighbor 表示呢 他这样的人呢 他是对别人 derize his neighbor neighbor是指他身边的人 指他身边的人 他对他的身边的人 或者是讲他的邻舍呢 他是怎么样 他是derize 他是贬损 derize 是贬损 藐视人家 损人家 损他周遭的人 因为他是缺乏这个智慧 没有判断的能力 他就贬损他周身边的人 but the man of understanding 但是一个有聪慧 聪明的一个人呢 holds his tongue 一个很聪慧的人 明哲的人 他就会怎么样 谨守他的舌头 把他的舌头给管理好 他就不会blah blah blah的 随便乱说话 这个叫holds his tongue 好 第十三节 a gossip gossip 这个gossip是指 这个一般的这个搬弄是非啊 betreats of confidence 所以搬弄是非的人呢 基本上 他是会泄露 泄露这些秘密的 会泄露秘密的 这个地方用这个betrays betrays betrays一般我们讲是说 比如说背叛啦 或什么东西 confidence betray confidence 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透露把自己 本来我们很自信的一些事情 我们自己本身一些秘密的事情 都泄露出去了 所以这些搬弄是非的人 gossip 他们就会把这些说出去 but a trustworthy man kips a secret 但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信赖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 trustworthy 是可以被信赖 而且性情可靠的这种人呢 他们会保守秘密的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一个呢是值得信赖的人 好 再来我们看十四节 for lack of guidance a nation fall 因为什么的缘故 因为 for lack of guidance 是因为缺乏 缺乏引导 ok 没有质谋 没有 没有谋略 这种情况呢 a nation nation就是指 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民族 民族就会败落 就是败落 but many advisors make victory sure 但是有很多 怎么样 many advisor advisor是那些谋士 可以出主意的 国策顾问 啊 这一些呢 make victory sure 就可以让你 很肯定的得胜 ok sure是肯定 一定的 很安 绝对没有问题的 sure 绝对会得到 这个胜利 就能够得胜的 好 再来十五节 he who puts up security 这个puts up security 我们前面学过 也就是给人做饱的 凡是 就是给人家做饱的人呢 for another 为另外一个人 做饱的人 will surely suffer 为其他的人 做饱 为另外一个人 做饱 外人做饱的人 surely suffer 一定会遭殃的 一定会遭殃 一定会受损失的 but whoever refuses to strike hands in pledge is safe 但是呢 任何一个这样做的人 他们会很安全 怎么做呢 拒绝去 strike hands 是击掌 拒绝击掌 ok 拒绝击掌 in pledge 也是指担保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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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担保的人 他就很安全 就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 为外人做饱 肯定你都是会被 都是要遭殃的 会被遭受 害的 会遭害的 但是那些 任何一个 不拒绝去 给人家担保的人 他就非常平安 没事 好 第十六题 a kind-hearted woman kind-hearted woman ok gain respect 这个指的是说 这个一个女人 如果她的心地 非常的善良 她是很贤德的 她是很贤德 很慈爱的 什么样一个女人 她是会得到 gain respect 会得到尊敬 得到人家的尊荣 but ruthless man ruthless ruthless是那些 强暴的 残暴的男人 gain only wealth 残暴的男人 只能夺得财富 但是他 得不到人家的尊荣 得不到人家的尊敬 第十七节 a kind man 一个仁慈的人 benefits himself 会使自己受益 一个仁慈的人 会使他自己受益 but a cruel cruel man cruel是指那种 很残忍的人 一个很残忍的人 brings trouble on himself 他会给自己招来 on himself 在自己的身上 给招来什么东西 招来困难 招来这些损害 招来灾难的 好 十八节 the weak man 这个恶人 恶人 恶人怎么样呢 earth deceptive wages deceptive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得到薪水 是不是 deceptive 但是这个deceptive 在这里呢 是指欺骗 骗人的 欺骗性的酬劳 欺骗性的工资 恶人得到的 都是 虚服的 假的酬劳 所以可以说是 虚服的工价 他得到的这个薪水 这个酬劳 看起来是 好像有那么回事 其实是骗人的 but he who saws righteousness 但是呢 那些 soul 是指拨种的人 拨什么种呢 拨种 把工艺当种子来 拨种的人 reaps 他们可以收获什么呢 收获 a sure reward 他们可以收获 真实的报酬 真实的报酬 sure是一定的 实实在在的 真实的报酬 所以这两个是 可以相比较的 恶人他们得到的 其实是 虚服的这种工价 虚服的酬劳 假的酬劳 骗人的 但是呢 老老实实 拨种公益的人 他们收获的 就是一个 真实实在的 这种收获 这种报偿 好 十九节 the truly righteous man truly truly righteous man 所以我们指的是说 一个真真实实的 ok 真真实实的 一个义人 a teen's life ok 他是可以怎么样 他会得到生命的 a teen's life but he who 但是那样的人 什么人呢 pursues evil 但是要追求 邪恶的人呢 他们是走另外一个方向的 他们是 goes to his death 他们是 通向死亡的 所以一个是 得着生命 一个是 通向死亡 好 二十节 the lord detests mean of perverse heart ok 所以 the lord 上帝是怎么样 上帝是非常 深痛误觉 detest 他非常讨厌 什么样的人呢 mean of perverse heart 指的那种 心思 很变态 歪斜的人 叫perverse heart mean of perverse heart 上帝对这样的人 是深痛误觉的 but he delights 但是上帝 喜欢啊 喜悦谁呢 delights 后面一定要用一个 in 一个借词 those who ways those whose ways are blameless 那些他们所走的正道 ok 对于那些行为 很正直的人 blameless 无可挑剔的 那样的人 上帝是非常喜悦 上帝喜欢他们 凡是那种 他们所走的道 是没有什么 是很完全的 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blameless的 那么上帝都是喜悦他们的 21节 be sure of this be sure of this 所以一定要确定 下面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是一定的事情 be sure 你一定要很肯定 这样的事情 the wiki will not go unpunished 恶人是难逃责罚的 他们一定不会说是 不被责罚 他们一定难逃责罚 一定会被责罚的 but those who are righteous will go free 但是那些啊 义人 那些义人的人呢 义人他们都要 go free 指的是 他们会蒙得拯救 蒙得拯救 他们绝对是被解放出来 解救出来 ok 得到拯救的 22节 like a gold ring go ring是我们的金戒指一样 金的环金的戒指一样 in a pig's knot ok 在一个猪的鼻子上面 就像一个金环金戒指 戴在一个猪鼻子上 什么情况呢 it's a beautiful woman who shows no discretion 如果一个女人 a beautiful woman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但是who shows no discretion 但是她展示出来的是 没有见识 discretion是指说 她有个人独立的看法 她能够有个人独立的见识 她能做自己的决定 如果一个女人 她是没有信仰 她对这方面 什么也不知道的话呢 这种就是discretion discretion 所以这样的女人 有个比喻 她在这里比较说 这个女人像什么一样呢 其实这个女人像的就是 她自己没有自己的意志 没办法做决定 她只是空有美丽 就好像一个美丽的金环 go ring 戴在一个猪鼻子上面 太可惜了 二十三节 the desire of the righteous 这个是艺人的渴望 desire 他们很渴望什么呢 and only in good 他们的欲望 这些艺人的渴望 尽头 终结点是什么 only in good 只有美好 只有美善 他们的终结点 就是终结在美善上面 but the hope of the wicked 但是这恶人 他们的指望呢 only in wrath 恶人的指望 最终点 同样的 我们这里少一个字 and only 它的终结点 最后是在哪里 wrath wrath是猎怒 你指的就是神的烈怒 所以恶人的 他的希望 他的盼望的终结点 就是神的烈怒 神就是非常的讨厌这些人 好 再来二十四节 one man gives freely gifts是表示 他会给东西给出去 这个人好像 好像把东西给别人 广失财物 给别人很多东西 freely是很 大大的给人家 就是很 没有什么限制的 就是很自由的 就是给人家东西 yeah gains even more 这样的人 他广失财物 你不要觉得他 好像他很倒霉啊 或者是他吃亏了 不会的 这样的人 反而yet 是一个语气的转折 下面这个语气 跟上面这个是 刚好相反 结果这样的人 他反而怎么样 gifts even more 他反而得到的更多 虽然他广失财物 送给别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但是其实他个人 得到的反而更多 gifts even more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another 现在做比较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another withholds andoli ok andoli呢 是指这个人 他反而到这个 把什么东西 hold住 ok 他就是不肯发送出去 不肯给别人帮助 这样的人的话呢 andoli是完全不肯给出去 他反而到这个 andoli是指是不该给 是指说他该给人家 可是他不当的把这些东西 扣住的话 不当的扣住的话 becomes to poverty 这样的人会导致他走上 贫穷之路 poverty 所以一个人如果广失财务 他会得到更多 更加富有 但是有一个人呢 他是不当的把东西 给扣住 该给人家 不给人家的话 这种人就会招致贫穷的 好 再来25节 a generous man will prosper 一个generous man 是指一个慷慨的 乐善好施的人 will prosper 这个人会享有福责的 他会很亨通的 他会很兴旺的 这人会享福的 he who refreshes others refreshes 基本上是给什么样 是让人家能够滋润别人 也就是说给人家 让人家能够得着什么东西的 就好像给人家喝一口 给人家吃一口 这个道理 he who refreshes others 他如果滋润了别人的话呢 will himself be refreshed 他自己也可以得到滋润 所以他给人家好处 给人家吃的 他自己也可以有吃的 他给人家喝的 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吃的 就是这样子 26节 people curse the man curse是诅咒 这些人啊 诅咒 这些人民呢 他们都诅咒这个人 the man who whores green whores green 是指那些 囤粮 whores是 就是把什么东西 不管一切 就是把它囤住 就是囤积 囤积那些穀物 囤着粮食不卖的那些人 老百姓都会诅咒 这样的人 哎呀你太坏了 怎么会把这些 粮食都囤起来 不卖呢 but blessing okay blessing crows him who is willing to sell 但是呢 blessing 祝福啊 会给这个人 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带上冠冕 什么 who is willing to sell 只要这个人 him who 这个人他是 愿意能够出售粮食的话 这个祝福就会带 成为他的冠冕 带在他的头上 大家都会祝福他 如果他就是 囤积粮食的话 大家都诅咒他 okay 好 27节 he who seeks good finds goodwill 这里是一个good 跟goodwill 凡是这种追求 求得这个美善 追求美善的人 他就会找到goodwill goodwill是恩惠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 玩弄这个文字游戏 一个是good 也是goodwill good是美善 goodwill是指恩惠 任何一个人 他追求美善 他一生的目标 都是追求美善 他就会得到恩惠 会找到恩惠 but evil comes him who searches for it 但是evil呢 okay 这些恶 恶会临到什么人身上呢 就是那些一天到晚 在寻求恶的人 如果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一天到晚 在寻求恶 最后这个恶 也是会临到他的身上 所以你寻求美善 你就得到恩惠 你呢 如果这一天到晚 在追求邪恶的话 那这个邪恶 最后就会临到你身上 好 再来我们看28节 28节 whoever 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trusts in his riches will fall 任何一个人是 依靠 或者是指的是 这个人是 相信自己的 他就是相信 依靠自己的财富的人 reaches 这样的人 他一定会怎么样 会衰落 一定会衰落的 这样的人一定会衰落 but the righteous will thrive like a green leaf 但是呢 the righteous 义人啊 义人他们会thrive 他们会非常的兴旺 就好像什么 绿的叶子一样 像绿的葱 绿的叶子一样 这样子 青绿色的叶子一样 会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 兴旺的 所以 如果一个人 只相信财富的话 他最终将会衰落的 但是如果一个义人呢 他如果是 相信 义人 他就会像 绿的叶子一样 他会非常的兴旺 欣欣向荣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关键还是在 义人的身上 不一样的 这个thrive 就是指一个什么东西 植物啊 什么绿叶子啊 茁壮成 茁壮成长 这个叫thrive ok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 proverbs proverbs 下面一张是这个 proverbs的12 这个是29 所以我们的29节 还没有完 11章的29节 还没有完 我们来看一下 29节 这个29节 讲的是说 he who brings trouble on his family 任何人 如果是把他们的家人 如果是 把这个困难 或者是这些 祸害 带给他的家人的话呢 will inherit only win inherit是指 他会继承什么东西 他继承的就是 清风 表示这种人 最后是两袖清风的 最后两袖清风 什么也没有 如果是把 迫害 这些迫害 带给家人的话 and the fool will be servant to the wise 而这些愚蠢的人 最终是要 来这个服侍 作为什么的仆人 他最终是要服侍 不是哪些智者的 不是哪些智者的 ok我们留一个 十一章的 三十节跟三十一节 我们明天讲 我们今天讲到 十一章的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ok好 谢谢